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有趣的基地学习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会来聊聊P标准化,Batch Normalization Batch Normalization,P标准化和普通的数据标准化类似 是将分散的数据统一的一种做法 也是优化神经网络的一种方法 在之前Normalization的简介视频中我们提到 具有统一规格的数据 能让基地学习更容易学习到数据之间的规律 在神经网络中,数据分布对训练会产生影响 比如某个神经元X的值为1 某个Weights的初始值为0.1 这样后一层神经元计算的结果就是WX等于0.1 又或者X等于20,这样WX的计算值就为2 现在还不能看出什么问题 但是当我们加上一层记忆力函数激活这个WX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们选用像10H的激励函数 WX的激活值就变成了接近0.1和接近1的这个区间 接近1的部分已经处在了激励函数的饱和阶段 也就是如果X无论再怎么扩大 10H的激励函数输出的值也是接近于1的数 换句话说神经网络在初始阶段已经不对那些比较大的X的特征范围敏感了 这样很糟糕 想象我轻轻拍一下自己的感觉居然和我重重打自己的感觉没有什么差别 这就证明了我们的感官系统已经失效了 当然我们是可以用之前提到的对数据做Normalization的预处理 使得输入的X的取值范围不会太大 让输出值经过激励函数的敏感部分 但刚刚的这个不敏感问题不仅仅发生在神经网络的输入层 而且在隐藏层中也常常会发生 只是现在的X切换到了隐藏层当中 我们能不能对隐藏层的输入结果进行像之前那样的Normalization处理呢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大牛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技术 叫做Batch Normalization正式处理这种情况的 Batch Normalization的Batch是指的P数据 把数据分成小P小P的进行S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而且在每P数据进行前向传递Forward Propagation的时候 对每一层都进行Normalization的处理 Batch Normalization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层面 在一层一层的添加成绩网络的时候 我们先有数据X再添加全连接层 全连接层计算的结果会经过激励函数成为下一层的输入 接着重复之前的操作 Batch Normalization BN就被添加在每一个全连接和激励函数之间 我们之前说过计算结果的值在进入激励函数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单单看一个值 我们可以说计算结果的值的分布对于激励函数是很重要的 对于数据大多分布在这样的区间的数据 才能更有效的向前传递 对比这两个在激活之前的值的分布 上者没有进行Normalization下者进行了Normalization 这样当然是下者更能有效的利用10H进行非线性化的过程 没有Normalization的数据使用10H激活以后 激活值大部分分布在了饱和阶段 也就是大部分的激活值不是-1就是1 而Normalize以后大部分的激活值在每一个分布区间都还存在 再将这个激活后的分布传递到下一层的神经网络进行后续计算 每一个区间都有分布的这种情况 对于神经网络就更加有价值了 BatchNormalization不仅仅Normalize了一下数据 它还进行了反向Normalize的手续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引入一些BatchNormalization的公式 这三步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Normalization的工序 但是工序的后面还有一个反向操作 将Normalize后的数据再扩展和平移 原来这是为了让神经网络自己去学着 使用和修改这个扩展参数Gamma和平移参数Beta 这样神经网络就能自己慢慢琢磨出前面的Normalization操作 到底有没有起到优化作用 如果没有起到优化作用 我们就使用Gamma和Beta来抵消一些Normalization的操作 最后我们来看看一张神经网络训练到最后 代表了每层输出结果的分布图 这样我们就能一眼看出Normalization的功效了 让每一层的值在有效的范围内传递下去 就是BetaNormalization的最大好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Movon Python的教学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搜索Movon Python的观念词 访问我的个人教学网站 谢谢大家